拜託議長,就不知道昨天29號還是議員同仁先進還是有意見 可不可以拜託議長多幫忙一下 在20號之前,我們這次的認識有關議 說捷運的部分要辦說明會以後再送議會 23號要開程序委員會的時候,比22號還在辦公民會 那整個就來不及了,既然是整個都來不及的話 我就建議說,是不是連到下一次再議員處理 那市長又打電話過來 在連到29號的時候,包括說話題,我們的副市長還有主管 都很客氣,包括市政府的沒有到五千以前 送達的那11位,我都接案了嘛 那22號之前,我就聽到一些訊息說 議員對我們這些,市政府在市政府對一些比較正統不一樣 觀念不同的地方,那我就麻煩市政府這邊去溝通 那23號結果發生了嘛 23號發生了以後,我們也跟我們提供說 這個比較正常的,我們了解郭同姐 好像我們這邊的,去添加的情況 好像不如預期還是怎麼樣 這點市政府還要再檢討啦 就是說跟議員先進的溝通還不夠 我相信台南市政府也會根據今天所討論的一些結論下去進行 那台南市議會這邊也會雙款旗下 為了台南市政府,中央的補助法那些福利的管項 能夠順利在這個會期,能夠審查 那我們會相互來努力,共同來達成目標 所以台南市的建設,不至於有所耽擱和延誤 這是我們方面所達成的默契 我做成績委員應該說起來做切片檔 在賴清德時代,我覺得它是危險 這點是他們的成績委員,在民進黨建的不動牌 還占得手 可是,這個成績委員,在那邊問 我們主席府主席靠條有五息,民進黨給我們兩息 很明顯的民進黨是處於弱勢 市政府要維持以前的態度 就是說,要離不離,要過不過沒關係 可是不過會影響很多,我們市政府的建設案 譬如說前三計畫有實要性 你像說我們的單位,接應這個問題 市政府改成的我感覺 我做這麼久了,我像以前的高警一樣 不要再拜託說,程序委員幫忙他們 將各種電誤案,或是重要的法案 或是當重大的建設案,可以盜我手 到現在不清,為止都沒有 黃偉士也這樣,我感覺很可惜 黃偉士,我感覺比較 台頭比較軟,比較可愛,比較容易溝通 可是他還是跟以前一樣 像說到現在不通過之後 告歉也沒人在吹彎 郭東如何將這些重大的建設 跟重大的議案法規案 可以在程序委員會排入議程 那送大會進行三讀的程序 這是我感覺很訝異 我們國民黨的立場,不會全部說 都說到議長所左右 我們會尊重議長 可是應該把持的,我們還是要把持 我們還是認為市長 你在府會聯絡人 或是說各局所長 應該趁機會 好好的跟成績委員溝通 協調 不要像以前那種台頭 要過不過,漂亮 那我想我們也沒辦法 府會之間的互動 要有好的溝通橋樑 議員監督立場是不會變的 我們要為後代驚孫 付出走向 不是說你體恨,我都支持你 好,謝謝你